伤害我了还要侮辱我十次 我来了你跟我说不能考虑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场外因素你根本控制不住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澳洲小王子 PD今天系统出问题了 连续叫我十次去check我的成绩 而且我这成绩还没过 你已经伤害我了还要侮辱我十次吗 OK 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学圈给我的反馈 他今天就PD系统出问题了 改革当中吗 然后不断叫去他成绩去他成绩 而且他这成绩还没过 你要我再查什么呀 这个不是pt这个礼拜出现的唯一的问题 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和礼拜二的时候 还出现过这个情况 在墨尔本和信的学生 他们去考场没有办法考试 因为给他发了份邮件 这邮件上面写的就是技术问题 最扯淡的是他不是1点30分到吗 他1点26分发给他 你早点发呀 对吧 我来了你跟我说不能考试 因为技术问题 所以从这些事情 包括就是连续不断给你发十封邮件 这样去查成绩对吧 包括就是去了考点发现没法考 证明了一件事情 pt现在改革 现在这些技术上的upgrade 他还在测试阶段 他搞不好都没有真正的 完全的测试清楚 就推向市场了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 对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但是我讲一下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你的心情不要变 这是场外因素你根本控制不住的 对吧 这个 无论是你到了考场 他不让你考 还是他连续给你发 叫你去看你的成绩单 这是场外因素 不要影响你的状态 你自己去按自己的节奏去复习就可以了 对吧 他也不可能因为这场外因素让你过 他也不可能因为场外因素让你不过 对吧 第二就是如果你考试当中出现问题 就比如说你考在一半发现这个题突然间没了 或者电脑出问题了 或者是任何的在考试之内出现问题 你记得一定要跟现场的那个他不算考官吧 现场的那个那个考场人员说 我要进入special consideration 就是我要我要report 因为这些考场内出现机器出现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呢 他可以帮你reschedule的exam 或者他在上面帮你写一下special consideration 那你的卷子会得到一些特殊的处理 就是最近就发现一些奇的事情 ok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按评论关注 下载聊 拜拜